直到看到王楚然站杨阳旁边穿平底鞋 和谭剑刺出席活动穿高跟鞋 这才明白 原来女星对不同男星的太子差距如此之大 王楚然谭剑刺同胞 在知道对方身高身高不够优越的情况下 出席活动还穿着高跟鞋 对待谭剑刺也是礼貌疏离 反观和杨阳同胖就换上平底鞋 并且全程面带微笑看着杨阳 录制节目就因为玩游戏的时候 杨阳被杨迪泼水 王楚然就情不自禁地翻对方白衣 看得出来他真的超爱 刘涛和成龙一起走平台 在成龙想牵手拍照时 他直接黑脸抖开 反观当对面换成杨朔 两人亲密互动时刘涛笑得一脸开心 这双标态度真的是很不浅 而当杨子和四位男星宣传长相思 却只和邓维穿同色系衣服 两人看起来就像是穿了轻乳装 杨子和张一山同好 两人简直就是欢喜原家 这19年的感情真是令人羡慕 杨子后场看到肖战对自己挑递打招 姊妹吓得立刻转头回避 眼睛里满是震惊 迪丽热巴和任佳伦出戏活动 上台时任佳伦贴心搀扶 后面重现剧中摸头杀俩人 也是笑得开心 反观当热巴上台遇到底线的参与 即便她穿着厚重的裙子也直接拒绝 当热巴遇到工具 这嘴角的笑就没停下落 浓颜配浓颜可不就是绝配吗 女星礼服意外谁最丢脸 炫雅在孝庆表演时 身穿一件绿色蝴蝶结小吊带 还敢跳些大幅度的舞蹈动作 结果蝴蝶结被顺利抖开 她一个抬手动作差点走光 这波浮力想必粉丝是很开心了 杨幂身穿抹胸裙出戏活动 结果接受采访时礼服却意外滑落 这难道就是杨幂红毯上经常手舞胸口的原因吗 杨颖出戏巴刹红毯 主持人原本好心想帮杨颖整理礼服 不料用力过猛险些让杨颖走光 幸好杨颖全成手捏开岔口 这才躲过了尴尬 孙飞飞身穿白色抹胸裙走红毯 谁知竟被身后女星踩到裙板 一个起步裙子瞬间滑落 即便经纪人快速上前遮挡 也已经为时已晚 张嘉尼出戏活动穿一件金色修身礼服 身材凹凸有致气场十足 但礼服太紧身一个转身 假臀垫十分明显 凌云走红毯身穿一件紫色脱围礼服 远看美丽动人十分梦幻 当镜头拉近就发现这件礼服明显十码小了 红毯全场凌云被勒的大气不敢喘一下 生怕一不小心把礼服冲爆 卡姐身穿抹胸礼服身家巴黎时装周 嘚瑟的她差点走光 吓得造型师直接上手帮她提衣服 看卡姐这表情也是很尴尬 金亨瑞泼水节上完嗨了 下一秒就把上衣脱掉 谁知却不慎把那一袋子也给扯开 吓得金亨瑞连忙五兄一路小跑 去找工作人员帮忙 这场面也是很射死了 将魏大勋一把抱到C位 明星让C位谁由李线硬核 李线和魏大勋出席品牌活动 两人一上台就互相推脱 结果把李线惹齐了 二话不说一把将魏大勋抱到C位 这场面一旁的张亮颖都笑不过了 八杀大合影环节 李线也是坚决不占C位 甚至还不停牵让杨颖往中间站 一点没想到旁边站的是陈卫婷 这内余显眼包名单上是不是还缺一把 热烈的发布会上 原本站在C位的王一博 看到跃云鹏上台后 就立刻往旁边摩响把C位让出去 结果黄渤就是尾如泰山 最后也没逃过 清晨真的是个豪爽的东北姑娘 发布会上发现自己站在C位 直接一把薅上旁边的郭麒麟换个位置 这让位让的也是相当乍链 黄晓明 雷佳英和姚晨走部台 两人从上场还是就互相拉长 最后黄晓明被雷佳英推到中间 这让个C位差点打起来很开心 刘德华参加发布会 看到张艺谋上台就立刻起身 把座位让给张艺谋 感觉这C位是烫脚还是咋地 不过也有些明星仿佛 是对C位有些执念 妮妮和刘德华出席活动 就很自觉地站在中间位置 结果却被台下记者提醒 这场面要多尴尬就有多尴尬 华表讲了后场区 张子怡原本站在中间 张宋文过来和陈凯歌握手 却被陈凯歌一把拉到中间 之后一把将张子怡推到一旁 看张子怡的脸色瞬间就变了